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9月26日 禮拜一 歡迎收聽今日新聞 我們首先看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中共召開20大黨代會進入到計時 3天內有6名中共政法違高官獲重刑 其中原本應判死刑的中共原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 最後判死緩引發關注 專家分析 留下孫力軍附政華兩個人證 意味著習近平清洗政敵的風暴 在20大之後很可能會更猛烈 長春市中級法院9月23日宣判 中共公安部前黨委委員副部長孫力軍被判處死刑 緩期兩年執行 在死緩期滿減為無企圖刑後 終身監禁 不得減刑 假釋 之前22日 中共前司法部長傅政華也被判死緩 從中紀委的通報看 在孫力軍政治團火中 孫力軍的問題最嚴重 據法院稱孫力軍的罪行 本應判處死刑 有分析認為實際案情可能涉及反責暗殺大案 兩人的判決書都談到他們有重大立功表現 能令兩個人保住性命的重大立功 很可能是交出給他們級別更高的官員 而傅政華是正部級 比副部級的孫力軍職務要高 資力逆深 他能夠加入孫力軍政治團火 看重的應該是孫力軍的後台大佬 普遍認為孫力軍的後台大佬 包括前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 原中共政治局常委 國家副主席曾慶紅 以及中共前黨魁江澤民 分析認為 習近平留下這兩個重要證人 矛頭指向他們背後的大佬 視頻人士藍述在接受希望之聲採訪時表示 他說對於中共來說 判死緩比判死刑對他更有利 因為判死緩他還有人自責在手上 想達到的目的主要是控制黨內的不同派系 判死緩這個人還在生 他有可能指證其他人 判死刑的話人已經死了 人家就不怕你了 自由亞洲特約評論員高新 在耶華中南海專欄文章中也認為 留下孫力軍這個活口 對那些致監仍然留在桌上 或者說已經平安降落的孫力軍的前上級來說 隨時都有阻嚇作用 無論是孟建柱還是國昇坤 只要習近平下決心 就可以隨時從巡城監獄中 將被判死緩外加終身監禁的孫力軍提出來 安排他再交代出上級需要他坦白的內容 政論天下主持人張天亮教授 22日在節目中分析 有重大立功表現的說法 很可能是他們供出了政變集團的幕後主使 這個亦欲視著一場更大的政治風暴 馬上就要到來 而且在中共二十大之後 很快就要興起 中共實施防疫清零政策 二十大前 各地的封控措施越來越嚴厲 甚至出現了很多荒誕的措施 網友紛紛諷刺中共的過渡防疫 有網友發出的影片顯示 很多排隊的人 站在一個一個畫在地上的圈裡 不准越界 網友評論說 真正的畫地圍爐 隨時隨地 共匪真是反人類的邪教恐怖組織 奈何天朝人太怪 還有人想到了西遊記中 孫悟空畫圈的場景 說圈外到處白骨精 有網友貼出了另一張原地隔離的相片顯示 一位帶著行李的女子 被綁帶圍住隔離 鐵文說外星人都笑了 這張相片會成為珍貴的歷史相片 可以載入視察 有網友回覆說 被孫大姓神通廣大 畫個圈就將生人圍住 也有網友貼出一些搞笑的諷刺影片 苦中作樂 其中一個是戴著口罩吃飯的好笑影片 貼文說將人都逼成什麼樣子 很多網友貼出大笑的表情說 偉大的發明 其實 這個搞笑的影片是諷刺之前警察 讓食客戴口罩吃飯的事 之前的影片顯示 一名穿著制服的年輕男子 當別人問他 你要我戴口罩怎樣吃飯的時候 他作出示範 我吃飯的時候 就是將口罩脫下來 吃一口 然後吃完一口再戴上 想吃的時候又將口罩脫下來 再吃一口 然後再戴上 有網友諷刺說 這個小火子的這種驕傲的表情 這種認真的示範 如果被德雲社的演員來表演 我估計都以不出這種戲劇效果 也有網友貼出戴口罩吹笛的場景 並評論說 新時代掩耳盜鈴 不知道大家看了這些奇葩的畫面 有什麼想法 歡迎你們在評論區留言 9月27日 日本將會為7月8日 在街頭預食的前首尚安倍晉三舉行國葬 地點在東京都內的日本舞蹈館 美國新聞周刊日文版專文指出 今次國葬預料會有來自全球各國的政要參加 不僅是向全球展現主辦國的國力 也反映出該國國情的重大事件 美國方面23日已經公佈 副總統賀錦麗等12人組成代表團 在到訪日韓之時代表美國出席安倍的國葬 而中國方面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3日說 應日方邀請將會退派全國政協副主席曼鋼 代表中共政府出席安倍國葬典禮 相較於在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國葬上 中共派遣副主席王岐山出席 因此外界普遍認為當前中日關係處於低谷 安倍生前的政治成就贏得國際尊重 特別對華政策為日本和世界留下重要政治遺產 他是警示中共在破壞世界秩序的吹哨人 民運人士黃丹25日更在Facebook上批評 中共推派的政協副主席曼鋼不僅曾急低 甚至連中共黨員都不是 根本就是一個邊緣人工具人而議 黃丹直言中方如此安排非常刻意 擺明表達對安倍晉三的不滿 也是對日本支持台灣表達不滿 想以此羞辱日本 中日關係幾乎近於破裂 我們來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近日普京威脅說 如果俄羅斯領土原整受到威脅 它將在烏克蘭使用核武器 25日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 Jake Sullivan 警告 如果普京動用核武器 美國將果斷回應 當日沙利文對CBS表示 作為一個原則問題 我們在公開場合同樣已經明確表示 如果俄羅斯使用核武器 美國將做出果斷回應 我們將繼續支持烏克蘭 保衛國家和捍衛民主的努力 將繼續向烏克蘭提供軍事裝備 近日網傳影片顯示 俄羅斯士兵賀昌實彈 和工作人員敲門要求投票 這種武力公投 和8年前對待克里米亞問題上 是同樣的操作 在25日沙利文表示 俄羅斯在它佔領的烏克蘭地區 舉行假公投 這樣不會阻止美國向烏克蘭提供 它自衛所需的必要手段和技術 俄羅斯已經耗盡了它的正確制度武器 它的軍方領導層中 也有大量內控 它正在掙扎 但仍然是一個危險的敵人 並有能力實施巨大的暴行 因此美國必須繼續嚴肅對待這個威脅 據CNN的報導 多名高級將領 嘲諷俄國國防部長邵伊古領導無能 普京已經決定將邵伊古擺在一邊 消息人士指出 普京本人正在直接下達指令被戰場上的將領 而這在現代軍隊中是一種極不尋常的管理策略 另據BBC報導 俄羅斯國防部發文稱 67歲的國防部副部長布爾加科夫 已經於24日遭到免職 以任命曾領導俄軍殘酷圍攻馬里烏波爾的陸軍上教 米津財夫擔任該職 紐約時報引述美國情報消息稱 普京一直在這場戰爭中的 不同時刻揮舞著核武器這張牌 在上星期日CBS節目中 拜登表示 他們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受世界排清 而且將會根據他們所做的程度 來決定做出怎樣的反應 法新社報導 專家表示 如果普京使用核武器 西方將別無選擇 只能做出回應 這個回應應該來自北約 而不是美國一個國家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曾經警告說 世界正處於一個核危險時代 人類距離核毀滅 只差一個誤判 美國是北約國家 部署了大約100件美國的戰術核武器 可以對俄軍做出相應的回應 美國可以向烏克蘭提供北約飛機 愛國者導彈 薩德反導彈系統 以及ATACMS陸軍戰術導彈系統 軍事專家含西恩說 到時候 我們會撤銷對烏軍的所有限制 耶路撒冷同屬猶太教和伊斯蘭教的聖地 不僅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長期以來衝突所在 亦是備受國際關注的焦點 在日前舉行的聯合國大會期間 英國新首相卓惠斯 與以色列總理拉皮特會晤 並表示正在考慮將英國駐以色列大使館 搬遷到耶路撒冷 對此拉皮特隨即在社交媒體上確認 感謝英方考慮遷管的做法 卓惠斯還對拉皮特介紹了他對大使館當前位置的評估 拉皮特亦表現出積極態度 當日在推特宣布此事 並感謝好朋友卓惠斯 說他們將會繼續加強英國兩國之間的夥伴關係 但此事引起了巴勒斯坦人反彈 22日巴勒斯坦駐英國大使澤馬洛特說 這樣會破壞兩國方案 並激發在耶路撒冷和其他被侵佔領土 英國和全世界社群之間 本來就已經動盪的局勢 有報導認為 卓惠斯正在效仿美國前總統川普的做法 2017年12月 川普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 並在2018年5月 將美國駐特拉維夫大使館遷至耶路撒冷 這是美國幾位前任總統在參選時作出的承諾 但就職後都沒有兌現 在川普總統滑船下 以色列很快就和包括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巴林、摩洛哥、蘇丹等幾個 阿拉伯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 總統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和平景觀 目前除了美國之外 只有三個國家在耶路撒冷設有大使館 科索毓、洪都拉斯和瓜地馬拉 這些國家都是在美國大使館 從特拉維夫遷出之後 將大使館遷往耶路撒冷的 多謝收聽這節的今日新聞 再會 打架 怎麼會 不管 怎麼會 這麼多 這件事 有